台湾花莲发生7.2级大地震 这是921以来发生在台湾的最大的一次地震 看了一下新闻 到现在为止死亡人数是10人 有几十人失联 从这个数据看 这次地震的死亡总人数可能会低于100人 与上一次921地震的那种惨痛的场景相比 可以说花莲地震所遭受的危害 无论是人员受伤 人员死亡 还是繁殖受损 都是比较轻微的 我记得921地震的时候 倒塌的繁殖数量有10万4千 死亡总人数有2400多人 那么这一次地震 伤亡人数大幅度下降 繁殖倒塌也大幅度减少 可以说在20年来 台湾的建筑广理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921地震以后 台湾单局把全国所有的房子做了一次普查 那些看重强度低的房子做了统计 有些地方做了改造 那么这种工作就极大的减少了那些破旧房子的地震演化 后来新造的房子看重等级都提高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技术就是硬道理 在技术水平不到位的前提下 做那种档次比较低的房子 你想避免地震的伤亡 那是不可能的 无论你如何训练有数 也是不可避免的 要减少地震的伤亡 给人民带来安全感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房子造好 类似的例子在日本也是这样 日本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是长期会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 我在日本的这一年时间就经历过两次地震 但是日本的伤亡一直很少 主要原因就是建筑档次的提高 在以前曾经有人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统计 发现在历次的日本地震中 1971年以前造的房子 倒塌率很高 1981年以后造的房子倒塌率就很低 一个重要原因是1974年的时候 日本引入了一种新的木结构房子 叫墙壁框架施工法 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木房子做的一户建的强度 日本政府在过去几十年 好几次修改建筑施工的标准 一次又一次提高了对看证等级的要求 对于高层的建筑要求看证达到八级 所以日本正是靠建筑水平的不断提高 才减少了地震的死亡人数 这个是最关键的 当然也有人会说 为什么很早以前日本不这么做 因为在古代没有现在这样富裕的社会 没有那么多的干净水泥 也没有现在那么好的对力学的仿真设计 所以有些东西必须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它才能够得到改善 发生在亚洲还有几次特大地震 一次是汶川地震 512地震 那次死了很多人 还有一次是1976年的谭山大地震 那次地震死了26万人 谭山大地震为什么会死掉26万人呢 因为当时1976年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国家 那一批的房子建筑在当时因为中国缺水泥缺干净 主要是以砖瓦结构为主的房子 这种砖瓦结构的房子在地震的时候 它是经不起钱挣的 钱币一倒塌就把人压在下面 当时很多的一些工厂的产房 以及一些工人宿舍 它的建筑标准都是很低的 所以1976年的谭山地震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死亡率都很高 26万人就这么在一场地震中死掉了 汶川地震是另一个例子 汶川地震死了多少人 说法不一 但是死了十几万人 大概是有的 汶川地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灾害 一个原因是 这个地方的地质条件就不对 这是两个板块的挤压处 我请教过一位地质学家 他跟我讲 所汶川这种山石 叫做饼干石 为什么呢 由于在这种两个板块挤压 硬力集中很厉害 当时其实整个已经挤成一块块的碎块了 就像一堆的饼干一样 垒在那里 只要稍微一震 那整个山都会塌下来 所以他认为这种地方 山区是根本不应该住人的 太危险 汶川的平原地区 那些房子倒塌率也很高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这样的地区 属于西部山区的贫困地带 很多人家里的房子 就是用泥土石块做成的 看这等级非常低 另一个原因 很多建筑 它是豆腐扎工程 偷工减料 没有按照设计图纸 要求的数量 加足够的干净 以及足够的事工规范 去造房子 温川地震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学校倒塌 压制了很多学生 学生家长去闹市 有个学生家长 他切了几段的干净水泥的柱子 大梁 他干什么用呢 他说这个东西 以后要上法庭上作证 要对照一下 里边用的钢筋的数量 钢筋的粗细 是不是个图纸一样 但是这个事情 后来被政府给压住了 而且当民众要求教育局 公布学校的建筑事工图纸的时候 政府部门拒绝公布这个图纸 也就是说 这个楼设计的时候 在图纸什么样的 居然成了国家机密 所以汶川地震 它不仅仅是一堂地震 也暴露出很多很多社会的阴暗面 一个是地震的真实死亡人数 一些其他的细节问题 没有得到公开的报道 一个是豆腐渣工程暴露出来 当事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还有是 这些丑闻 它没有被揭露 反而被政府用强行的办法掩盖起来 有些人要在汶川纪念那些死难儿童 给他们去纪念碑 或者在网上接力 去纪念这些孩子 这些活动也都受到了打压 所以从汶川地震这件事上 我们可以说 这个社会距离文明的程度 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相对而言 台湾、日本 他们遭遇地震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 数据的透明度比较高 对责任人的追究 也会比较透明 也不存在隐瞒真相这种情况 这种所反映出来的文明问题 还有其他一些例子 比如说 921地震的时候 那是1999年 当时 俄罗斯救援队要到台湾救援 然后中国政府要求它 战魂 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 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 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官方要求 然后中国红十字会 甚至发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一个要求 要求世界各国的救援 必须通过中国红十字会 给台湾救援 那么这种情况 显然完全是违背了 一个文明社会 应该有的准则 中国红十字会 自从汶川地震以后 它早已声名狼藉 现在中国人 没有人愿意给中国红十字会 捐款了 虽然它是官方指定的 唯一一个大型的慈善机构 但是它并不属于 国际红十字会组织 它是一个特殊的组织 一个办官方的 这样一个管理机构 而且它垄断了 民间募捐的很多渠道 所以由于中国红十字会 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团体的存在 极大的降低了 中国人慈善捐款的欲问 可以说 在汶川地震发生以后 还有一件非常令人感到愤慨的事情 就是除了香港捐款 助典极高之外 台湾也是第二个 捐款极高的一个群体 但是很遗憾 当时的中国大陆政府 没有公布这个消息 没有把台湾人捐款 仅次于香港 这个数据 在新闻里告诉中国大众 那么激励过这种事情以后 我可以肯定的说 以后中国再发生地震 台湾人愿意捐款的 非常非常少了 那么香港人愿意捐款的 可能会更少 温泉地震的时候 香港人我记得捐了100多亿 接近所有捐款的一半的数量 香港人捐的钱的总额 接近中国大陆 10亿人的捐款总额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数据 所以那时候的香港人 他对中国大陆的人 是很有感情的 但是现在的香港 虽然他已经回归中国 但是香港人和大陆人 这种关系 已经是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和谐 同样的道理 台湾我相信也是一样 因为这么多年以来 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正如大陆和香港的关系 一年不如一年一样 如果下一次再发生 汶川地震这样的灾害 我不知道能捐到多少钱 首先香港人大概不会捐款了 台湾人大概也不会捐款了 那么中国人 在他们了解了这么多年 中国红石智慧的各种丑闻以后 他们更不会捐款 建筑水平的越来越高 干净宽架水泥的这种建筑的房子 取代了传统的装瓦结构的房子 所以现在无论是日本 台湾还是中国 房子都被以前跑了很多 对于地震的抗灾能力 也是大大提高 如果现在再发生 唐山大地震这样的地震 那么肯定不会死掉20多万人 尤其是过去20年 中国的干净水泥消耗量 都占了全世界的一半 新占的房子 全部是干净水泥框架结构的 抗正等级也能基本达标 当然不排除有很多很多 偷工减料的都复杂工程 但是毕竟它比老式的房子 已经好了很多 所以未来地震对于人类的伤害 会越来越少 正如这次花莲地震 它的死亡人数 已经只有汶川地震的几千分之一 或者万分之一 但是也许有一天 会有比地震更大的灾害 比如说战争 而无战争 俄罗斯已经死了30万人 乌克兰也已经死了几十万人 也许俄罗斯还会继续征兵 正在扩大它的军队 到底这场战争会死掉多少人 我们不知道 而一个炸弹扔过来 一片的房子倒下 或许战争造成的损害 会远远大于地震 而不幸的是 在花莲地震的前一天 据说有30架来自中国大陆的战机 在台湾周边盘旋 那么这两件事叠在一起 或许让人会觉得 地震虽然是灾害 可是也许有一天 战争会变成更大的灾害